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位显示 目前位于刮尔那湖畔的一座小岛 建议在附近找些食物 以防野外的危险 侦测到不明声音 以定位声音来源 正在读取金片 这只小狗名叫阿柴 是一只落单的战虫 小心 右侧有异化生物出现 大量异化生物正在接近 需要立即撤离 地户银安防网络 一连接 光子塔也启动 这是什么地方 从存取的资料看来 这里是一座闲置的庄园 栏目 蓝石污染物复盖了控制台和庄园 你必须摧毁蓝石巨株 以清理污染区 首先 打破那些脑套 来时巨猪的能量攻击已被切断 你可以摧毁巨猪了 污染正在逐步消退 这座庄园属于你呢 你可以搜索庄园 寻找能使用的装备 这是一个雷射裂解器 常用于采集各种材料 你需要采集木材和石材 修复损坏的房门 是 我只要去洗把详捏 我只能行 我现在去洗把诈捏 我们放在淋漆 我只要把诈捏 我看就像我一样 我只能有数捏 我的邦弥 我再看 我回来 我只能低诈 我不要急 我从控制台连接的网络上下载了一份求生指南 求生指南会说明如何提升能力 建设家园 应对危机 新武器缺乏能源 需要在庄园电池处蓄能 前方似乎有座信号站 阿柴似乎对你格外有好感 你可以和他建立契约 侦测到附近有大量异化生物 注意流星周围 其中之为无论 说明星周围 故随大量异化生息 自活文 不 未经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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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检测到信号站终端位于二楼 需要激活它以解除房间屏障 检测到信号增强 小心 有危险正在靠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发现讯号员 讯号站中央的远距通讯仪 所以我有了更多功能 数据分析与通讯交流的能力更强 我会用这些功能提供更好的协助 帮助你提升自己的实力 房间屏障已经解除 你可以在阵内搜集可用资源 在阵内搜集可用资源 试着印制出刚才获得的摩托车 骑车返回庄园吧 我要怎么离开这里 我和朋友们说好去度假避难所会合 你需要使用庇护营门口的传送台 传送台 就是你身边这个装置吗 是的 传送台能让你在不同地点之间快速跳跃 有了这个传送台 你就能立刻前往围形中端启动过的传送台 都会纳入你的传送网 明白了 我这就出发 祝你好运 哦 嗯 听片条这时候 打扰了 我想打听一下 有没有名叫尼亚或瑞恩的人来没见过 抱歉 我和朋友是在瓜尔纳避难所失散的 瓜尔纳 我很遗憾 大师什么事了 我们为了应付荒朝 不理 你 你确定你办得到 我试试看 地上似乎有些轮胎硬 已经比对分析轮胎痕跡 痕跡的纹路 与物资运输车的专用轮胎一致 我试试看 终于找回运输车了 没想到荒潮的时候 也已经伸到了度假避难所 不正常的活跃 往往预告着别有用心的英雄 有道理 没想到人工智慧 也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长期学习线上历史资料的结果 与我是不是人工智慧没有逻辑关系 太好了 想不到你还真有点本事 小神 等普利特长官活了 这把海东清送给你 希望能让你更顺利地完成联盟日程 请 FPS 参加 谢谢观看